纽约会客室由Chase赞助播出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健美冠军曹行丽 欢迎欢迎 谢谢谭林姐 别来无恙啊 对呀 这个肌肉还是保持的那么好 我觉得看了你穿这样的这个露臂装之后啊 可能很多女生都怎么说呢 都会觉得哎呀 原来大家都觉得这个细细的线条好看 其实这个有肌肉的线条啊 同样好看 就像我今天刚穿这个衣服走在马哈顿 实际马哈顿我很少来实际 经常在Kunst多一点 走到马哈顿很多漂亮的女生了 都是穿类似这样衣服挺多的 但是我觉得跟她们最大不一样 就是我的肌肉挺抢眼的 好多人都情注目里 大家都会觉得哇 这个女生练的一身这样的 但她们可能想不到 您是职业运动员出身吗 是这样就说专业的人看到就知道 哇这一看是比格赛呀 或者是做教练 哪个奖的 不是比格赛 然后一般的呢就知道 哇这是练甲子 练甲子 那今天找你来呢 主要是要聊聊这个 新疆人在纽约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 就是其实各个省份在这边都有同乡会 大家都聚得非常的这个频繁 而且同乡会呢经常搞活动 我们的新闻节目呢也经常会播 但是呢新疆人在纽约 好像这个怎么说 这个团体好像形成的时间 其实不长是吧 新疆人实际在海外的人特别少 尤其是我来这里十年了 但我来之前当时十年 我都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新疆人 当时我想哇可能就我们家 我和我姐姐 过后呢又生活了几年呢 发现又认识几个 但整体来说呢整体都很少 尤其是这一两年 刚刚成立的新疆同乡会 可能才两年 我去年参加了他们这个活动 当时我一数150个人左右吧 所以整体人还是比较少的 还是少的啊 因为您想在这个大纽约地区 我们的华英又差不多100多万了 这是有统计的 对 然后您看新疆人 就你们找到组织的100多人 当然肯定还有一些还没有找到组织 对吧 那新疆人在美国 他们就你们的这个习惯啊 风俗啊民族特色有保留吗 怎么说呢 就是我自己作为新疆人 当然了我是新疆的汉族人 就是说我自己的父母之边建设新疆去 我是那里出生长大 我们把那里出生的人都叫新疆人 但是新疆真正本土的人是少数民族维族人 长得像外国人一样 那就是来到新疆以后呢 我其实刚开始 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属于新疆文化的一个区域吧 比如说咱们纽约 有韩国区 有比如说有犹太人区 苏联人区 但是我来这里呢 虽然我是中国人住在咱们华人区 但是新疆文化这块好像很少能找到 那我唯一就是新疆人主要比如说从饮食上吃羊肉呀 那我就会找啊 找一个新疆餐馆 比如说以前十年前来说听到一个阿凡提 就阿凡提是我们新疆维族的感觉 结果去了以后呢 是找到了一点点 但它并不是纯正的新疆那种感觉 那现在我好像纽约我看 就是光是法拉盛都有好几家 比如说吃羊肉的呀什么 新疆大盘鸡呀正不正宗啊 怎么说呢 实际如果我是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我去吃呢我感觉还是有一口感的欠缺 但是已经很接近了时期 那除了这个饮食方面 其他呢因为我这里还要再提一下 就是最近跟新疆的新闻还挺多的 你看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这个南兰 这个中国南兰新疆队给夺冠了 太好了 说明这个 新疆人太容易 新疆的体育也是非常强嘛 您原来代表中国也是拿了这个冠军的嘛 对对对 我呢是新疆 就是代表新疆参加健美比赛 我拿的是亚洲冠军世界第三 也同时也代表咱们中国国家队 但是我在新疆的时候呢 我知道新疆有几个特别强势 属于自己的民族传统项目 比如说马术 对 我们的肃华 拳击 包括后面出现的我的健美 也作为也是一个代表了 当然了咱那个南兰当初呢 我知道我们新疆有广汇队 非常的就是在这块也是很投入很大 广汇南兰并且还加入了外援 尤其刚听到您说拿到了冠军 我太高兴了 而且我前段时间还看了一个这个 纪录片 航拍中国 里面有一个新疆特辑 其实我去过新疆几次 但是我去的呢都是市区 像什么乌鲁木齐啊 首府 都是什么伊犁呀这样的地方 我没有想到就是其实新疆 它的地貌啊 那么丰富 几乎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平原雪山 还有这些沙漠 还有很奇怪的这些叫什么来着 就靠着北疆那边呢 我们说新疆 魔鬼城 魔鬼城 我们说新疆是这样 首先从土地占中国六分之一土地 它很大就地广人稀 从资源时期也特别丰富 我们说石油 棉花 包括我们的产红酒的这些葡萄籽 全是从新疆出来的 还有什么番茄 番茄 番茄酱 那是最棒的 什么晒辣椒 我看的都是一片一片的 哈密瓜 葡萄干 真的很长知识 我这才知道 这个辣椒提出来的红色素 可以用作口红 所以我平时不爱抹口红 因为我辣椒吃得多 你知道吗 所以刚刚我们聊了那么多 有关新疆的这些话题 就是我就会发现说 其实新疆有很多像您这样的汉族人 当然还有土生土长的 其他族裔的以维族为代表的 还有这个回民 回民 哈萨克族 什么土耳其族 总共新疆应该有13个民族左右 那现在在纽约 您发现的就是少数族裔的多 还是汉族裔的多 在这边的新疆人 肯定是相对 还是汉族人多一点 汉族人多一些 因为整体新疆来说 我们说 还是汉族的人 60%是在汉族人 因为当时都是 支边建设新疆去 尤其从湖南 从上海 包括我爸妈从河南 当时跟着王震 支边建设新疆 那当地的维族人 整体还是少的 所以出到国外 包括海外的人 整体都是维族人要少 那这个新疆人的特点是什么 跟我们描述一下 你说是从长相 还是从饮食 还是各方面 脾气 性格 当然这个长相嘛 我觉得就是因为汉族 维族什么都有 这个很难概括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长相吧 新疆的维族人 就像外国人 他是土耳其的族裔 那新疆的汉族 就像我 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新疆 他们说新疆美女多 因为整体可能跟新疆的 就算是汉族的话 父母他都是从远方来的 结合在一起的 相对也像咱们说mixed 所以新疆既是汉族人 他也会相对的 好看一点我们说 然后从饮食 新疆整体的饮食 我们说以牛羊肉为主 因为新疆是离世界上最远的 就是说新疆乌鲁木齐 是世界离海最远的城市 所以我在新疆吃到的海鲜 是在冰冻里买的 可能都是半年前运过来的 所以我来美国是发现 哇 这么多海鲜 我都没见过 所以从饮食是以牛羊肉为主 但是瓜果呢 就是应该在世界上 其实都是排名在前面的 哈密瓜 葡萄 香梨 它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跟新疆的气候 地狱 新疆的气候是 温差大 冬天很冷 即使夏天冬天 可能睡觉也得盖个被子 到了晚上盖被子 白天的整个就很热 但是它的热不像那种闷热 你稍微找个凉块的地方 树荫地方就凉块了 所以造成它这个 冬天的晚上11点才天黑 那夏天 夏天晚上11点天黑 早晨5点天亮 中间日照很长 所以水果很甜 那我以前在新疆吃完水果 如果吃完哈密瓜不擦嘴 可以粘住 糖分很高 糖分很高 非常甜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饮食 那从它的自然风貌上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 像美国它是地域非常广的 而且它的自然资源 保护得非常好 那美国有很多这个景区 国家森林公园 但是其实新疆 它的这个风景和风貌 也是首屈一指的 在中国 非常好 新疆就我自己知道 就是别人 我们底下也是为了跨新疆 有时候就说 我们新疆有的风景 别地方没有 别地方有的 新疆也有 因为像新疆 比如说它有茫茫 戈壁滩 如果没见过人 会觉得很浩瀚 因为一个火车 走一个戈壁滩 能走一天一夜 你想它有多大 这是一方面 还有沙漠 那个沙子很细 我们把它叫流沙河 像河一样 流沙河 你就觉得 说那个也是 全球最危险的沙漠之一 因为它有 因为它是随风流动 对 所以就跟沙尘暴眼花 对 就整个 人进去你就很难出来了 对对对 并且会迷失方向 又没有坐标 就讲一个 穿插一个故事 我的爸爸当年去新疆的时候 就差一点点 牺牲在那沙漠里 为什么呢 他们就说是 就是支边县新疆去 朝着一个地址去找 当时也没有什么坐标 根本没有电话之类的 那他们就在一个沙漠 顺着往上走 早那流了 就自己带了一小壶的水 结果一不小心 那壶水非常的珍贵 给撒了 撒了以后呢 就渴得那沙漠上 你想又干又渴 然后呢 就一直在那走走走 结果晕倒了 晕倒了以后 就等于渴得晕倒了 就这样一直走 走了一天一夜吗 是多少 听我爸爸给我讲故事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啊 是人家把他救了 救了之后呢 在一醒来 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 当时那个主人 就我爸爸给我讲就是 他们当时是被一个勘测队 去勘测那个地址说 发现怎么有两到三个人 晕到那里了 就等于运回去了 如果那个勘测队不来 没找着的话 就去 所以那还是 还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对 那除了这个 我看还有什么 全世界最高的 这个自然的一个风洞 哇 它有那个 你说的风洞是指的那个 天门洞吗 是叫还是叫什么 那么反正我知道 那个魔鬼城 比如说 魔鬼城呢 就是到 我们说到我们那的 北江那一块 有个魔鬼城 哇 那个风声啊 大到 你真的就害怕 哇 那风声特别大 甚至可以把一个大巴斯 有的时候在风口的时候 可以吹翻 所以那个 那的非常 这就是自然 让你看到 哇 威力这么大 这是一个就是 叫魔鬼城 那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 伊犁的大草原 就等于你骑一匹马 在草原上 也可以奔跑一天一夜 就这种是 蓝天白云 加草原的感觉 天山天池 天池 哎呀 天池说到天池了 天池我们把里面的一个水叫 王母娘娘的西角池 哇 就很 就是那个水 碧绿的水 周围全是山 周围还是雪山 不管你是夏天 还是冬天 那个雪山 一直是有雪的 就说如果那个雪山 没有雪了 整个我们说 新疆雾起 就会被淹掉 因为它是个盆地 就会淹掉 所以我们说 在夏天 零上三十都说 只要你开个车 几个小时到雪山上 就成零下了 就是雪 在那里 非常的 新疆确实离开这么久了 实际我都很怀念 7月份 马上要回去一趟 我觉得您看 您一说到新疆 就是这个 如鼠家珍 什么东西都 非常的了解 那看来其实 因为新疆 它是占中国六分之一 大的这个面积 对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这个地域跨度 对 那您是不是也是 基本上 每个地方都有去过 没有 当然没有 实际没有几个真正 即使新疆的人说 把整个新疆 就是跟文尔变 其实也没有 因为它真的很大 首先我们说 分为南疆北疆 比如说南疆 重点是一些 新疆的少数民族的风情 尤其是到喀什卡尔 那个就是伊斯兰教的 那种叫叫叫寺庙呀 真是感觉到 民族特色 北疆又不一样的感觉 北疆连接霍尔国斯口岸 过去就是苏联 那又融合了其他民族 比如说叫哈萨克族 它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那新疆乌鲁木齐呢 其实就是首府了 它就是现在 比较综合 比如说虽然不像咱的曼花顿了 但是也是高楼大厦 以汉族人为主 但是呢 我们每次有时候开车 我就是乌鲁木齐的 开一个小时车 我们又到南山了 南山里面就整个是 松树柏树 山里面小河 那个山上留下的水 所以喝到新疆的山上留下的水 感觉清凉跟矿泉水一样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 留到下半段再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曹生理好 我想问问你 因为我知道像你是健美的运动员 新疆人是不是都比较爱运动 我知道新疆人是能歌善舞的 但是是不是他们也是 因为地域原因 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影响 大家都是比较外放的 要不然就唱歌跳舞 要不然就是搞运动或者是 对 实际新疆的人确实是 一个是能歌善舞 说文艺方面 体育上面它相对的就是体能 这个性格都是比较豪放和奔放 我们说跟它饮食是有关系的 饮食我们说吃牛羊肉为主 那这样的话就说 氨基酸含量高 我们说容易长力量 这是一种 还有性格就是人 新疆比较地大物博 人的性情也是比较开朗爽快的 所以这个都跟运动员的素材 都很相似 所以我你看就是个例子 从小三年级学校一跑步 就跑了全校 比如说第一 这一下就从来 从此就收不住了我的体育生涯 其实整体新疆的人的体能是要好的 要比比如说我们相对有些国内男方 那女生比如说娇柔 林黛玉的美 新疆的整体就是女生有点女汉子的感觉 男生就更强悍那种 是 那您不是在这边一直都有做 这个健身方面的这个培训吗 对 我听说好像现在你们的这个业务 又扩张了是吧 我们现在就是阳子健身私教工作室 以前老店已经有五年了 我看您已经把这个所有来美国的 在健身健美比赛上拿过这个国际大奖的 全都网络成名的这个教练了是吧 所以说因为这方面的就是体育人才吧 都希望能互相再来到美国或者别的国家 互相交流学习 而且有施展的舞台 这个也很重要 对 他们也在就是办特殊餐移民吧 我们说 那在办特殊餐移民呢 来到这里呢 他们就想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在国内都是互相有联络的 比如说我亚洲健美冠军 那我的partner以前呢 是亚洲健身小姐冠军 还有我们其他一团队一个教练呢 比如说也是亚洲健身小姐的第二名 包括我们的奥运会90公斤级 拳击第二名张志磊 那就是还有街舞大赛的冠军汉章 那像这些所有的冠军呢 来到纽约来到美国 希望有一个这么圈子 大家共同一个平台 体育爱好 又能聚 对 同时呢我们其实从事这么多年的体育 不管你是拳击也好 街舞也好 健美也好 都希望把自己多年这样专业的知识 就是推向大家 取之渔民用之渔民 真的希望把自己所学的讲给他们 要有一个平台 那刚好我们羊子健身 其实就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吧 不管咱们华人 各行各业的人 他都需要健康 那羊子健身就刚好成为了 他们大家来健身的一个场所 所以现在我们羊子健身 人满为患了 要扩大升级了 装不下了 是吧 新的店呢 在离长岛又近一点 在Latonek Parkway 北方大道正在装修 那我们其实还有下一个打算 比如说在曼哈顿 我们其实最终希望 在美国所有有华人的地区 都有我们羊子健身这个品牌 就是希望让 对健身成为 就是我们成为一个 引领这个项目的 这个 引领的 引头羊吧 那这几年 通过这个羊子健身 自身的这个发展 您看到了 华语社区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我就从我们羊子健身 我知道 我和我的潘呢 刚开始在这个宣传这一块 实际就是 比如说 我们也会从同乡会开始 从各个活动开始 那一直过得 现在发现 其实华人完全有需求 也有这个愿望去想健身 只是当初呢 在这一块的宣传 也包括平台不够 那我们羊子健身 这几年我发现 大家主动找我们的 打电话的朋友介绍的 大家觉得 哇 这个平台太好了 我们早都想了 怎么以前不认识你们 就是这个需求 大家都喜欢 就大家练 大家现在关注健身 对 很大一个程度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健康 还是为了体型 其实都有 我们说人最基本的 我们说是为了健康 下来就是为了体型 最主要呢 就是这两个都有了以后呢 你的健康 快乐指数会更高 你说又有健康了 体型又好了 你的精气实也更好了 就像我们学生说的 这几个都好了 随着不管他们的事业 家庭 就是交友都感觉 更积极向上了 正能量 我们就说是一个 正能量的代表 这个客户的年龄段呢 实际从13岁 我们最大的学生 现在63岁 13到63 包括73 其实都不等 因为每个人他来 都是在比他以前的基础上 更健康 这些人原来都是有练过吗 还是说是新手 都有 什么样的人都有 来之前有些都是练了很多年了 但是动作不对呀 或者练错了呀 练受伤了 来到我们这里属于修正他 那还有一些呢 以前从来没有练过 那这是重新开始 还有一些呢 就是练得我们人也不错的 但是呢 总是希望一个更专业的人 再提升他一下 所以不同层次 全部各行各业 我们说养子健身 这个平台非常好 融合了咱们华人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 全部都有 所以做这个事业 我们非常喜欢开心 而且我也看到 其实有不少 这个朋友圈里的人呢 现在都开始就是健身了 而且大部分我发现 这个中年的男性 现在开始的特别多 对 这个您觉得 跟美国的文化影响有关吗 还是说 其实是这个华裔社区 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它会有这一些方面的需求 实际是跟我们的 怎么说呢 我们比如说每个人的 你说 比如说我们说 刚来纽约的华人吧 现在我们说在这个打拼阶段 到了一定阶段 他肯定就会 现在很多华人都是 不需要打拼了 打拼的阶段在中国完成了 来美国是享受生活的 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中国刚新移民来 直接找到我们羊子健身了 是 其实就是我们说 人的生活质量也好 发展到一定属于 大家对健康都是有要求的 都是希望的 因为谁也不可能去拒绝健康 那有这个条件的时候 不管你是时间上面条件 经济上条件 他都会想积极投入健身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百亿而无害 百亿而无害 那健身的方式 原来我们也聊过有很多 当然针对这个各个部位的 我们原来也做了一些 这个跟大家的一些讲解 但是我今天 我还是想要问问你 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感觉就是 我们中国的女性就不说了 因为中国女性 她向来她是比较追求这个苗条的 所以其实控制的还可以 而且尤其是我们亚洲女性 在这个年龄上 她是有一定优势的 就是不像这个白人女性 她们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突然就衰老得非常快 但亚洲女性你看普遍 看不太出年纪 我前几天跟几个朋友 就是会面 原来见过好多次你知道吗 后来我才知道 她们都七八十岁了 我说她看得出来 我说就像五六十岁的人 真的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 哎呀 我说亚洲人某种程度上 还是挺幸运的 真的 但是这个亚洲的男性呢 其实在这个体格 或者是身材方面 它是相对比较没有优势的 我们说 也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 实际 比如说我刚来到美国 为什么是觉得 大家觉得 哇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健身 肌肉都大大的和壮壮的 实际跟她从小的文化有关系 你看在美国的学校 我在大学里当老师现在也 那美国的学校里面 就有选健身的这个课 而在中国的时候呢 没有这个课 那就从说白了 在学校里面 就开始鼓励你去训练 还有 但是那么小能训练吗 我就在想 你比如说十几岁 他没有长全 那你就开始去用力啊 这个能 那我们说这样 我们从专业的说 训练分为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我现在focus on 就健身是长muscle 那我们说 这是比如说 十三十四岁以后 推荐的项目 之前呢 我们还有一些是体能训练 身体素质训练 那比如说少年 如果在他长身高阶段 增加一些体能 或者弹跳 反而让他长得更高 体能更好 我觉得这个好 这个应该说一说 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成人 大家都比如说生活啊 经济不错了 孩子也好像上学了 大家有一些时间 能够拿出来给自己健身用 但是对于小孩来说 我们中国家长 其实在体育这方面 是比较不注重的 大家比较注重的 学习成绩 素质教育 但是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 是情奇书画类的 特长 他很少把体育 去作为一个专项 那针对小孩的 这个体育锻炼 应该怎么样进行 我们说小孩 他也分几岁 比如说多少岁以上 我们会比如说 七八岁到十岁之内的小孩 我们会见他 多一点那种体能锻炼 哪些体能 比如说少年跆拳道呀 少儿摔跤呀 就还是要送他出去 一定要有一个体育 体育运动 为什么呢 我们说一个运动 一个人生 喜不喜欢运动 他不是说成年以后 你再让他运动 他就开始很晚了 他一定要有一个从小 一个环境 一个培养 让他感兴趣 一个习惯 我的也有孩子 比如说我现在五岁的小孩 我会简单地送他到小孩 那培训踢踢足球 打打篮球游游泳 看他将来在哪个上面 更喜欢 更有特长 再专门分道发展 但如果你说你十岁之前 从来不让他接触体育 再开始这样的时候 他可能已经不喜欢了 因为他没有养成习惯 所以不同的年龄 我会建议一直 让孩子去锻炼 比如说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我们多一点 比如说在level再高一点了 比如说有拳击 少儿拳击都上来了 在十五岁到十六岁以上 我们说到专业的建设房 再专门去练练 因为我们说训练分两大类 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 我们有氧运动 就是keep你的心肺功能 不要长过多的脂肪 我们的无氧运动 是速行的 就是让你的臀部更翘一点 我们说男生胸肌再大一点 我们说我们的 就是说Grandma Arm 这块别让它长出来 别太松 就是分两类的训练 每个年龄阶段都需要运动 您说到这个 我就告诉你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因为在美国这边 其实美国的家长 他们很少就带小孩去游泳 你知道吗 我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 我就带他去游泳 真的啊 真的 然后我去游泳的时候 我发 不不 六个月 对不起 六个月 我说错了 对 然后我去的时候 他半岁的时候 我去了之后 我发现只有我一个是中国家长 中国其他 华裔 其他全部都是西方人 对 带着小孩去 我就觉得就是可能 我们在这一方面 真的是没有这个意识 其实我有这个意识 也是因为我妹妹有孩子 她在英国 然后她也是半岁 就开始带着小孩 每天去游泳 她小孩现在两岁吧 大概 就是自己能够情绪 多好 对好 对啊 其实我想说到这儿 我就是想说 为什么我们养子健身也好 作为我也好 作为一个体育的带领者 特别希望把这种 不管是专业的知识理念 赶紧地告诉咱们华人 因为确实是很多 咱们中国人 包括亚洲人 很多的孩子的溺爱 教育 就感觉什么都是压着 不敢让他去做 实际小孩的天分 一出生就有了 对 一定要去把他送出去 培养他 让他在这方面 早一天接触 就比如说我 美国非常注重体育好的人 他并不说你非要 特长 特长 你看我 我其实来美国 在五年前 我很喜欢上学 我就一个朋友 拉我到哥伦比亚去了 我只是给他展示一下 我的肌肉 给他了一张照片 你猜他们干啥 主任 你来上学 我们给你八千块的奖学金 就欢迎我去上学 我心里想 我自己现在在中国 想哥伦比亚多难进 欢迎我进 我觉得就可见 他对这个体育人 说实话到现在没去 因为我好多事忙不过来 也许是家里的事 工作室的事 我现在也在大学里当 Vitrainer老师 就是可见 这个美国也好 西方也好 对体育运动 非常的 非常的重视 非常重视 非常的重视 就我知道好几个 都是因为这个体育特长 然后去哈坡的 太好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